立法會議事10票贊成 一票反對一票棄權 三讀通過財政預算案 財政知識長陳茂波預計 消費勸會如期在暑假接受申請 何家進報道 立法會中午前繼續審議財政預算案 經民聯的張華峰再發言 表明不滿政府調高股票印花稅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說 加印花稅有助增加政府收入 所以不會撤回計劃 亦都不會加入日落條款 決定有關稅率是否需要作出調整之前 是需要考慮一籃子的因素 包括經濟、財政和市場狀況 因此我們不認同 就今次立法工作設日落條款 自動還原稅率這個做法 到下午大約1點 議題是獲得在籍員以過半數贊成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預算案最後以40票贊成 一票反對一票棄權 三毒通過 棄權的就是張華峰 而反對票就是來自熱血公民鄭松泰 由恢復二毒到三毒通過 只是用了大約8個小時就完成審議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說 理解部分業界或市民 可能對預算案有不滿 當局已經盡量平衡各界的需求 打財政策之下總要有取捨 在過程中有些人反應正面一點 有些反應未必完全那麼正面 這個都可以理解的 我們作為官員虛心聽了這些意見之後 我們再做一些檢視、檢討 今次通過的預算案 包括1200億元逆週期措施 例如為失業人士提供百分百個人貸款擔保 新諷稅退稅上限一萬元 和發放五千元的電子消費券等 陳茂波預期消費券 將會如期在暑假接受申請 有線電視記者何嘉晋報道